字幕には filed for the secondrose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我發現那個繪圖實在太久了 壓力會蠻重的 同學看一下76頁 我想可能有的圖我就不劃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6月 我们讲二极体的电路 二极体的特性 我们在前一章讲过了 前一章讲过 我们来接着来进入整流电路 二极体的第一个电路就是整流电路 我们刚讲 刚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极二极体 事实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一个什么 切换的低电压 还有快速 对不对 这个在整流电路就非常可用 其实整流电路很多的是回到成本的问题 回到成本的问题 如果变压器或者整流电路不用 是因为它的部分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来看一下整流电路第一个 可以看一下左边 左边是一个电力的变压器 电力的变压器 进来之后就是一个二极体的整流器 二极体的整流器 二极体的整流器再进来是一个滤波器 接着是电压的调整器 你可以看我们在这里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二极体的整流器 二极体的整流器 也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 它可能是一个从三坡变成半坡或全坡 比如像 它可以插掉了 同学来看 从左边到右边 这是多少 这是什么样的电路 从左边到右边 这是全坡整流 同学应该不陌生 这是全坡整流 那如果半坡呢 掃一个 掃一个 掃 掃 中间这个不见了 那刚刚 我们刚刚讲 消极二极体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学 这个理论的半坡长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 使用一般的半导体 PN界面的话 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这里 这里被砍掉了 就是我们刚刚画的 被砍掉了 那如果是使用好的消极的话 这里 会变小一点 就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GAP 选择了二极体 就会决定 它的GAP的大小 好 同学来看 在整流电路 的二极体 电路之前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东西 就是 变压器 变压器 那这个变压器 我们一般使用 七包线的线圈 所组成 线圈所组成 那 这里有一个助记 一般符号有一个助记 一般符号有一个助记 如果这个是正向 这里就正向 如果这个插掉 画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正向 这个就反向 这了解吗 这个 一般扫标正负 正向反向 同学知道 若是正向 你的波形是这样 出来的波形也是这样 若是反向的话 这里就是这样 这样就这样 反向 这会 这就反向波 同学知道一下 那如果一般对AC 我们一般都称为 正向反向 比较少称正负 那它的 大小的关系 也就是 VI 跟VS的关系 就是等于 它的线圈比 N1 N2 VI VS 那VS 就等于N2 除上N1 VI 这个关系 好 这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里的 Vs Vr 一般都使用 RMS值来表示 什么是 RMS值 均方跟值 同学有没有知道 RMS值 背后更多 更深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讲过 它背后的意义隐藏的是什么 有效值 对 什么是有效值 均方跟值 不 什么更实际的意义 有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有用到 意思比较接近 测量出来 也接近 但是没有那么贴切 有效值是什么意思 有效 有用的 事实上 你换个物理的话就是什么 能量 能量 也就是说 你这个定压多少 我只要用 RMS 表示 就可以算出你的能量大小 所以 RMS 我们一般称为有效值 就是这样 就是它有这个数值 可以做多少的功 那 RMS 对应的还有什么 峰值 对不对 峰值跟 RMS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那我们峰值 一般不会称为有效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有效值 可以用来评估我们所做的功率 那怎么评估 怎么看 我们来看市值就知道了 好 同学 我们来看 RMS 的意义 事实上 RMS OK 我们来看功率 等于I V I 电流 电压 也等于 V除上R V除上R 再乘以V 也就是电压的平方 除以R 那这个R 是我们的负载 这我们负载 我们的负载 看你的负载去哪里 你的功率就多少 但是在负载之前 我的电压可以用平方 来评估我的功率 来评估我的功率 那这个平方功率 我这个平方怎么来算 同学 这个的算法是 在DC 情况下的电压 在DC 情况下的电压 那如果是AC AC的平方怎么提供 我就得把它流过 任何一个电压 除以它流的时间 那电压是多少 就是一个Sine 的波形 VM就是峰值 峰值乘以Sine 的平方 峰值乘以Sine 括号的平方 也就是VM平方Sine的平方 对0到T的积分 0到T的积分 那同学 你说π跟2π之间 跟0跟π 事实上是一样的 同学对这两块面积一样 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平方之后 负的会变正的 对不对 负的之后 会变正的 所以这块的面积 跟它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对0到π 做积分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0到π做积分 那你把它积分起来 就得到这个 就得到VM除上 开根号2 那这怎么起来 同学这里 核叉画机 Sine的平方 会等于1-cos2 3除以2 这个没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这没问题 把它带进去 就得到这个关系 这里 前面还有一个 c大 0 delta c大 ok 把这个带进来 就得到这个式子 在这里 那这个呢 你可以看 1 c大 就是1 对不对 所以等于π-0 第一个就是π-0 减掉cos2倍的c大 cos2倍的c大等于多少 π cos2 π等于多少 等于0 cos0 也等于0 所以后面这一项 就会等于0 了解吗 所以你就会得到π 除以2 这一项 所以这里得到的就是 根号 这样 然后前面有一个Vm 看这个微积分 有没有问题 cos delta c大 就是什么 sin的微分嘛 对不对 他的积分就是sin sin 对不对 sin的两倍的c大 那c大带π或带0 结果都是0 对不对 我知道意思吗 cos的积分 回去就是sin 对不对 sin的2π sin的2乘0 就等于0 就等于都是等于0 所以这里 就会 是π 除以2 就得到这一项 所以得到这一项 所以得到这一项 所以这个告诉我 我如果是一个sin por的话 他的均方跟值 就是vm除上 vm除上 vm除上 就是他的均方跟值 如果他是一个sin por的话 均方跟值就是这个 这个有没有问题 赛波的均方跟值 所以他背后的意义 事实上 就是平方的累加 平方的累加 平方的累加之后 得到的结果 所以这个均方跟值 要知道一下他的意义 同学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我们之后会讲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变压器的电路 接着是二极体 二极体就用来做整流 那整流 会给你 这个是什么法 片段线性法 如果他没给你片段线性法 他给你是一个理想的二极体 那更简单 就直线 了解 就直线 更简单 同学有没有问题 ok ok 我们回来 这上礼拜 这个地方我交太快漏掉了 ok我们上礼拜 微分的方法 但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泰勒展开式的方式 同学不要讲 泰勒展开式 experential x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 假设 我要得到 x趋近零的话 x趋近零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 一阶 0阶 一阶 为分 二阶为分 experential像 不管你几阶 都是一样的值 那我把0带进去 就得到1 1 1 那这个 就是泰勒展开式 这个经常之后 我们会常用到 一个experential像 等于F0 加上 一阶的微分 除以一阶 好的次 次密 再乘上x 再加上 二阶的微分 再除以二阶 x的三次方 再加上 三阶的微分 除以三阶 x的三次方 那后面很小 我们就忽略 所以这个式子 1 这个带0 这个 带0进去 就得到1 带0进去 就得到x 带0进去 就得到x 带0进去 2分之1的x2次方 这样 这个就是泰勒展开式 那一般 我们有时候 这一项 我们会忽略 因为太小 经常我们这一项 会忽略 ok 那我们上礼拜的 这个斜线 就这个函式 这个d 这个函式 大d 大d是由 是由VQ 加上VD VQ 在这里 这个的电压 上下摆动 这个是VD VQ 加上VD VQ 加上VD 这有没有问题 那VQ 拆解 就可以变成这两项 Experential像 VQ VT 乘上 因为它加的 所以是乘的 VD 除上VT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问题 事实上这一项 这一项 就是我们的IQ 这一项 就是我画过来的IQ 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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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泰勒展开 是 因为VD 除以VT 原小于1 因为在这里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原小于1 而且这个趋近0 所以我就用泰勒展开 是 这一项 会约等于1加上VD 除以VT 也就是在这里 1加上X 那X值等于多少 VD 除上VT X值等于VD 除上VT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关系 我把这个带进去 就得到下面的式子 IQ 乘上E 加上VD VT 那这个ID呢 这个ID 事实上是一个IQ 加上一个I 小D 一个I小D 等于IQ 乘上IQ VD VT 这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 一样消掉 消掉 所以小I D 等于IQ VD VT 那VD VT 就等于VT 除上IQ 等于RD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OK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补充一下 这个 因为在那边遇到了 我们就来定义一下这个 那很简单 很简单 同学只要符号 习惯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瞬间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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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对一个信号 所看到它的时候 我的描述的符号 就是一个 小I 或小V 电流或电压 然后呢 下标是什么 大写的 大V 或大V V 随便 上面小写 下面大写 这个 就是瞬间的种子 等一下我们看完 同学又比较有感觉 那直流子呢 直流子就是这个 固定的偏压 如果是电流 称为I V 如果是电压 大写的V V V 就好像我们这里 它的直流子 是I Q 它的偏压 是大写的V Q 那同学 你也可以写成V DQ也可以 随便 就是大写 大写 这个我们称为直流子 OK 那交流子呢 交流的瞬间子 都小写 所以这个 这个 飘动的 这个就是小写的V 跟V E V V E 所以我们要组成一个波 事实上就是一个直流子 DC 加上AC DC 加AC 这个 是交流的瞬间子 小写小写 如果两个上面是大写 右下角是小写 这个我们称为向量 或向量角 就是指这个 这个地方 它的向量 同学 如果就这个波的话 它的向量 就是等于VM Experential JYM 就是这个向角所产生的向量 向角所产生的向量 同学我可不可以问各位 这个 表示成这个 有没有问题 表示成负数 有没有问题 公数 表示成负数 现在有没有交到负变还是 函数 负变还没有交 OK同学稍微有点感觉一下 这个负数 好 这个 cos 变成负数 cos 变成负数 好 同学这个有没有问题 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 小写的V 大写的V 小写的I 大写的V 小写 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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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写 小写 大写 小写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瞬间种子 交流子 直流子 也就是 我们要描述这个波形的时候 在飘动的这个 我们就定义它为交流子 不动的这个 我定义它为直流子 所以这个就写 小V 小V 1 这个 直流子 大V 大V 1 两个直流交流加起来 就是我的瞬间种子 瞬间种子 然后相位在下面 相量在下面 相量这个我们比较少表示 因为这个有向脚的问题 这个 所以在这里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就是交流子 这个 这个就是直流子 那当然这里会感应一个小ID 小ID 这个我们就称为交流子 这有没有问题 同学让他 让你自己有感觉一下 因为之后我们的符号都围绕在这个 这个定义 来回的讲 OK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上礼拜 整流电路 那第一个 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全坡整流 我想这个同学应该不陌生 各位如果在之前有做 电源电路的话 经常第一个就会使用到这个电路 那全坡整流 我们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两种电路 第一种是中心引线的方式 第二种是桥式整流器的方式 桥式整流式 中心引线很简单 引过来 负载在这里 同学这应该没问题 当正的时候 这边正的时候 怎么样 从这边流 流 流到负载 再流回来 负的时候 从这边流 流到负载 再流回来 对不对 这没问题吧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一个从这边流 负载回来 一个从这边流 负载回来 一个从这边流 负载回来 这个就是中心引线的方式 好 同学我们来看 他的工作原理 同学不要讲话 OK 当 这边是VS VS VS VS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遇到二极体 VS VS 大于他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VS VS 第一颗D1 就Turn on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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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成立的时候 这个点的电压 就等于这个点的电压 也就是等于零的电压 当大鱼导通电压 它就导通 VO这时候就等于多少 VS 减掉导通电压 就等于VO VS 减掉导通电压 就等于VO 这个问题 OK 那反向的时候 正负 正的时候 从这边跑 绕一圈回来 同样的这边正的时候 这里也等于零 所以它也要大于 它的导通电压 所以VO 就等于VS 减掉导通电压的反向 因为它是反向 OK 那我们来做图 第一个导通的时候 第一个导通的时候 就成这个样子 同学可以看一下实现的 实现的就是我们的信号 VS的信号 实现就是VS 然后虚线就是它导通的电压 第一个D1导通电压 就在这里 它最高的点 就是在它的峰值 VP 减掉 V的导通电压 它最高的峰值 最高的峰值 就是VP 减掉导通电压 大概这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点的峰值 就是等于VP 减掉导通电压 这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 那当D2是turn on的时候 同样的就变成这个点 了解 这个点也是一样 VP 减掉 V导通电压 也是一样 只是它这里是负VP 转上去是正VP 这里是负VP 这里是正VP 同学注意一下正负 OK 我把它做成它的转换曲线图 就长成这个样子 VS 大于导通电压的时候 它就跟这个一样 VS 大于它的时候 VO 就等于VS 大于它的时候 VO 就等于VS 同样的 这里 VS 小于 负的导通电压之后 它就等于负的VS 上来 VO 就等于负的VS 这个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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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没问题 同学有一个地方 要稍微熟悉一下 因为这个如果你熟悉之后 你就不容易搞错 好 同学这个要符号要知道 OK 我就以这个例子 VS 这里的电压 我不要用导通电压 直接VD 这里 VS 减掉VD 多少 减掉 电流 ID 乘上 RL 等于0 这有一个推导的观念 这个有没有问题 VS VD 减掉ID 我假设一个 留一个电流 ID 乘上 RL 回来 那如果你说这个ID 比较不要 你可以用IL 负载的电流 这个有没有问题 当 当 当 二极体 在Turn on的边缘的时候 在Turn on的边缘 写一个边缘正的 在Turn on的边缘的时候 同学不要讲话 在二极体 导通之前 跟不导通的时候 这时候的IL怎么样 等于0 对不对 IL是不是等于0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要导通 不导通 IL是不是等于0 对不对 对 所以VD 等于多少 VD 就等于VS 对不对 VD 搬过来 就等于VS 这时候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 如果要成立 它就要大于导通电压 它就要大于导通电压 所以当 VS VS 大于导通电压的时候 D1 D1 就会 ON 这时候 上面的公式 VS 减掉V 导通电压 减掉IL R L 就会成立 这时候就会成立 所以这时候的IL 你就可以算出来 就等于Vs减掉 V导通点压除上IL 这有没有问题 这有没有问题 负的也是如此 同学这个只是很简单 但是同学记住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我们用负的来看看 负的 同学你可以看 我定义Vs是正负 正负 对不对 所以这里一样是正负Vd 所以Vs绕一圈 OK同学我们来看 看下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负Vs 正负 负Vs减掉 Vd绕一圈 IL 再回来 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我们探讨D2 在导通的边缘的时候 它的电流是等于0 在导通的边缘的时候 它电流是等于0 它电流等于0的时候 我们来看 这一项等于0 这一项等于0 等于0的时候 Vd就等于负的Vs 那我们知道 Vd要导通 所以它要大于它的导通电压 它大于它的导通电压 你把它左右 乘以一个负号 就得到Vs要小于负的导通电压 下面才会导通 这时候T度才会turn on 所以这时候 IL就得到负的Vs 加上V导通电压 RL 它在这个有没有问题 它在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同学 加个正号 同学你可以看 IL是这个 所以VO等于多少 VO等于IL乘上RL 所以这个就等于负的Vs 加上V导通电压 同学 这里加个正号 OK 如果没问题 我们往下 还没有 在这里 同学来 在这个地方 一个重点 同学你可以看 DNL这里是正的流过去 流回来 反向的时候 这边是正的流过去 流回来 OK 同学有一个问题来了 这颗二极体能忍受多少的压降 什么忍受 我们在讲二极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探讨一个问题 它的逆向偏压可以到多少 它才不会崩溃 有没有 它的逆向偏压多少 它才不会崩溃 OK 那我们来看 这个逆向电压多少 它才不会崩溃 我们来看 当这边正的已经过去 在反向的时候 正的已经过去 反向的时候 这边是负的 所以换这边是正的 对不对 反向之后这边是不是正的 对不对 这边正的过去 来到这个点 它的电压是多少 VP减掉Vγ 对不对 VP减掉它的导通电压 有没有问题 好 我再讲一次 我们现在的目的 就是要知道 这颗二极体 它逆偏的时候 能不能忍受得住 它的逆偏的电压 能不能忍受得住 OK 那逆偏什么时候发生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正负 正负 反向的时候 反向的时候 过去 这点的电压 会等于反向 的VP的电压 减掉 它的导通电压 就等于这一点 我们看到的电压 是不是等于这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一点 OK 那这一点的电压 在这里往回看 这一颗是 turn off的 对不对 这颗不会动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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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对不对 这颗负向 它是不会动的 只有这一颗会导通 那这颗导通 来到这个电压 是VP 减掉V 价马 对不对 往回看 这个是不通的 但是这一点的电压 是多少 正负 正负 这一点的电压 是多少 刚好 刚好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正负 正负 负的电压 刚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要能忍受 最大的电压 是多少 它要能忍受 最大的电压 就是这一点 跟这一点的电压 也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点的电压 跟这一点的电压 所以它能忍受 它需要忍受 最大的电压 就是在这里 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不是VP VP再加上VP- VP再加上VP-V价马 所以它必须忍忍受 两倍的VP 跟V价马 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个 我们就定义它为什么 P-I-V Pick Inverse Voltage 最大的峰值电压 最大的峰值电压 我们称为峰值电压 能忍受的峰值电压 反向峰值电压 同学这个地方会必考 在中心抽头或中间抽头 它能忍受的反向的峰值电压 是多少 了解 两倍的峰值 减掉它的导通电量 同学这个怎么来的 有没有问题 需要再讲吗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怎么来的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这应该会 不会的举个手一下 应该都会 同学都会 就是这个点的电压 反向的点的电压 到 这个点的电压 OK 同学还是要听一下 我们来看 这边导通的时候 这边导通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正 这边负 这边正 这边负 对不对 那这边正的时候 这边导通 这个点的电压 是来到了 峰值 我讲最高的 峰值是VP 减掉它的导通电压 对不对 就等于这一点的电压 对不对 就等于峰值 减掉导通电压 就等于它的 这一点的电压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一点 是不是这里 从这边导通的时候 这一点电压 是不是VP 简直要Vγ 对不对 OK 那我们刚刚讲 反向 峰值电压 就是要来 界定 这个二极体 能忍受多少的 反偏 那它的反偏 这时候这里是正电压 对不对 那这里 正负 正负 这里是负 对不对 对不对 负 要导通要正嘛 所以这里是正 这里是负 所以它最大的 在这个电路 最大的反向偏压 就是发生在这里 所以正负 正负 正的时候 它这一点的导通 它的电压 就是VP 减掉Vγ 对不对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刚好 正负 负 这一点 刚好是在 VP 负VP 事实上 它刚好是在负VP 知道解吗 刚好是在这一点 刚好这一点 所以你要 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电压 就等于 两倍的VP 减掉Vγ 或者是VP 减掉Vγ 减掉负VP 一样 这样也可以 这一点的电压 减掉 这一点的电压 就等于它需要忍受的 反向偏压 反向电压 这样了解吗 就是它要忍受的反向电压 就是这一段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同学这个反向电压 反向最大的反向偏压会烤 哦